一些像这样的灯笼 其实不管在花式 或者在一些卖连接饰品的地方 像我最近就已经开始有一些 去一些比较大的卖场 就发觉他们有一个区块 都卖好美的过年的各种的配件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选购一些 你喜欢的这种可爱的配件 像这个灯笼 我们就可以把它挂上去 比如说我来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看看 我们把它找一个位置 挂一个这样的一个灯笼 好 挂一个也可以 或者你要挂到两个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 这一件作品 我们借由在这个春天二月杏花天 二月的时候杏花开了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过去新年的时候呢 有时候杏花还没有真的开 要到过完睡觉之后大概历春左右 那今年因为日月的关系 所以花开得特别早 那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杏花 配上了这样很吉祥的一个灯笼 好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 它的这个本来的这个盖子 那就可以构成一个很美的一个 过年的一个年花 那我们刚刚想到呢 其实像这个杏呢 就代表一种幸福 幸运跟信用 那一个感觉 那这个叶牡丹 虽然不是像我们所谓的 牡丹花一样 不过它在年间的时候 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这个叶牡丹呢 它有一个牡丹两个字 而且它很耐 可以插的时间很长 而且它的整颗感觉圆圆润润的 非常受到喜欢 然后宫登百合呢 它又像像我常常自己感觉到的 它就是那个橙黄黄的 像个元宝的感觉 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喜气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这些花材 都是受到了很多人很喜欢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配件呢 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在过年的期间呢 我们就可以把家里比较 珍藏的东西拿出来做摆饰 那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艺术品呢 它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弧 因为我们把弧端出来呢 其实就是给人家祝福 我为你祝福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弧也让我们懂得知弧习弧 那陪弧众弧 所以其实弧有很多它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在过年期间呢 如果说我们插上一个很美的花的时候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支的松子 我刚刚有点舍不得把它剪短的一个松针 然后我从这个信话开始延伸过来到叶牡丹 然后到这样的松 到这样的一个湖 那形成一个这样的心念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刚刚分享到 春风大雅门浓雾秋水文章不染成 那春天呢就让我们学习信修的开阔 让我们学习像春风一样 普润万物 然后呢也让我们学习 掌握春天这个美好的时间 就像我们刚刚介由湖 那湖呢让我们懂得喜福 那自己也像湖一样 把最美好的这个茶水泡出来 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呢 分享给大众 所以我们要借由这个湖 去感受到生命 那知福 习福 赔福 重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我们在做完前面的那一件兰花的作品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前面有一个这样子比较场景的 有点天球的瓶 那这样的花器呢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出来 因为光这样的花器看了就觉得很喜悦 因为传统的华人非常喜欢红色 因为我们说呢 中国在夏商周三朝 那夏朝呢 夏上黑 那英上白 那周上红 所以中国人承袭了周朝的礼节 特别喜欢红色 那红色呢 在过年的时候也觉得很喜气 好那我呢 接下来呢 也是用一样把同样的把刚刚剩下的杏花 因为我常常跟很多爱花的朋友分享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买一把花 可是有时候我们又没有用那么多 所以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它同样的花 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用一支这样的一个杏花 这支杏花是刚刚的那一把杏花里面 剩下的比较小支的 好 那这样子有一点用平出的角度 或倾斜的角度过来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再加一支的杏花 让它这个 这样子有一点点文人的感觉 虽然这个花皮是红色的 可是呢 它的感觉还是蛮好的 好 那因为要表现一种文人的 花艺的感觉 所以我就不要 不要擦太多的杏花 好 那同样的我把刚刚用剩下来的松 也是一样拿来做 它的前面的鸡盘 来衬托它 好 那 做前面的鸡盘 好 似乎是 这样有一点点重的一点点 好 我先擦一点点看看 好 剪掉一点点 好 那这样子它就有一点点感觉了 那有时候这样的 这个这样鱼 多鱼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做后段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它糖度不够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是这样子加一支的铁丝 像这样子 其实只要我们把苹果水加满 它一样是可以吸到水的 可是因为它长度比较短 那我们又觉得 这个松真的是稀有难得 因为松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 擦出来作品的感觉非常的好 而且呢 我觉得松 有很多很优美的情怀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 那我把它 这样子前后各用的一支松 好 那各位爱博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只有松跟这个杏花 就已经感觉很好了 好 那但是我们还是加一点点这个光灯花 因为 譬如说我们买了一把的光灯花 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我们买了一把的光灯花 有五支 那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再做 另外新的创作 好 譬如说我在这个时候 一支光灯 好 做我们的主花 好 那我们再一支 好 虽然光灯花 它感觉上呢 呃 比较分量不是那么的高 哦 比较不是那么的多 哦 比如说如果我用比较大朵花头的话呢 它会感觉 呃 比较一下子就很明显的感觉 哦 但是它有一种比较 简单优雅的一个情怀 好 我把它调一下感觉 好 我把这个松再减少一点点 好 因为我把松压低一点点呢 然后光灯花就会露出来了 好 我们让它会一串的感觉 好 好 那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下角度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作品 好 我们就用一支这样简单的杏花 一支小小支的一支杏花 然后加上 嗯 两朵这样的光灯花 哦 那是不是也感觉上 很有 还有一种文人 文人的气息 除了文人气息之外呢 它还有一种 呃 也很 很充满祝福的感觉 哦 好 那除了刚刚我们用的那个大型的这个 呃 比较大一点的灯笼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小小的一个 呃 吊饰 像是用一个金球 这样来做吊饰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套进去 像是把它套进去 滑里面 好 那随着它的角度 然后它往下垂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品 好 那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饰品 好 一下下 好 那我们在做完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呢 啊 我们 呃 有时候在过年的期间呢 哦 那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啊 哦 或者说亲戚啊 或者家人呢 会相聚在一起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哦 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准备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漆器 哦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盘子 哦 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当它是凤茶盘 哦 哦 那我们 哦 嗯 嗯 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呢 都把它用我们的一种美感跟美学 把它装置的很很美 好 即使是吃的东西也是一样 好 不要说啊 随随便便拿一个盒子就把它装了 好 或一个塑胶袋装你就吃了 那我想过年的时候呢 嗯 时间比较 清闲一点点 好 那我们可以加上一些 我们传统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桂园 好 那桂园呢 它的象征也是多子多孙 然后有一种富贵圆满的感觉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这个是一些果实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跟它摆成一盘 当然有各式各样的 只要它的象征含义都很好 那也很健康很营养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置一盘 什么八宝盘 或者什么 然后那感觉上在年节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所以呢我们说人逢盛世精神爽 那那个美花时到自然香 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 虽然在这两年台湾有一些些的不景气 不过呢我相信不景气生命都有高低潮的 好那我们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因缘 不要因为一时的不景气 那让自己的心情非常的沮丧 或者很丧志 还是要随时享受当下的一点点的快乐 跟美好 让它充分的去感受它 我想这样的人生呢 才是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圆满的 那冤词香滑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勋终身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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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妇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